谈到台湾棒球的起源 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红叶哨棒 不过其实早在日治时期 就有一支由台湾人和日本人组成的加农棒球队 首次征战日本甲子园就获得亚军 打破以往台湾代表清一色是日本人的记录 而这段历史即将拍成电影 电影的监制魏德胜说 7年前他意外读到这个故事 令他相当感动 因此决定要将他写成剧本 由马志祥当导演 谈到台湾第一支棒球队 许多人脑中浮现的是红叶哨棒 不过其实早在1928年就成立的嘉义农林棒球队 才是台湾史上第一支棒球队 成立不到四年就称霸全台 1931年嘉农棒球队打进了日本棒球殿堂贾紫园 一举获得亚军 因为我了解到这一段历史 必须要把它流程下来 因为大家在台湾的社会已经把这一段历史已经磨灭掉了 他们觉得这历史是从红叶哨棒来的 但是历史就不能有错误 我们必须把这一段又尊贵的历史把它挖出来 嘉农棒球队的故事将登上大一幕 导演魏得胜表示当初为赛德克巴莱查找资料时意外发现了这段让人为之一阵的棒球历史 于是决定将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写成电影剧本卡诺 由他和大胆黄志明共同监制 我真的不知道嘉农是什么东西 是一直到翻到那本书才觉得说 哇 真的喔 真的是有这个故事这样 而且是真实的 而且是那么的热血 同样是棒球队出身的马志祥说 首次读剧本就让他首席冒汗非常感动 因此魏得胜决定将电影交给他指导 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体育出身的 那在里面我可以看到我自己 孩子们成长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经历过 那相对的我在读剧本的时候 同时我在想象那个画面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我光是想 我自己就会几起比疙瘩了 电影将全部启用棒球选手担任演员 以最真实的氛围 重现台湾运动史上单纯却热血的一段记忆 新唐人的电视 陈辉魔离于台湾台报导